所以我們下個禮拜 來做一次國中高中大規模的 在家上課的演練 我們昨天我們台北市 居家停課的小朋友 達到了 4.9萬 那在今天統計起來是已經達到61254 那事實上是這樣我們台北市的這個 國中高中加起來差不多是 14萬 大概14萬 但是目前已經有差不多6萬 那最近快 但是連小學算下去 所以我們大概是目前大概有4分之1到3的同學是停課 那因為台北市政府在過去的幾年 因為智慧教育的基礎建設做的還不錯 我們現在每一個學校 都有校園光線網路 每一個教室都有補充WiFi 有85吋的觸控螢幕 有三個 Internet的Pod 那再加上我們現在 一屍一平板 就每一個老師都有平板 所以目前我們這個 學校基礎建設做的差不多了 那因為這個疫情很難控制 也很難預測 不曉得將來如果真的出現像韓國這種 每天幾十萬感染 說不定停課時間會更長 那也因為這樣 既然已經有相當程度的 學生停課了 我們也認為國中高中 如果在家上課 應該需要家長照顧的程度比較低 應該比較有能力獨立的這個在家裡上課 所以我們下個禮拜 來做一次 國中高中大規模的 這個在家上課的演練 有幾個目的 萬一 將來有遇到長期停課 至少我們利用這個時間再檢視一遍 有沒有什麼缺點 我們再把它補齊 另外一個是我們過去 在前幾個月 我們是每一個禮拜有半天 或是每兩個禮拜有一天 是用線上教學 但是我們還是真的沒有大規模演習說 整個禮拜都用線上教學的錯誤 所以這個我們會 會 會利用這個機會再把它檢視一遍 包括我們的軟硬體 如果要支付 要維持整個 整個這種遠距教學 看有沒有問題 那如果這個系統 我們先 試用一個禮拜看看 看OK的話 那也許就一個禮拜 如果有需要的話 必要可以再延長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